七十年前 因为一个人对一道菜特别的喜欢 所以他创作了一首歌曲 就是《石井饭》 这首歌传唱了接近七十年 由此可见 这么多人对这道菜的喜欢 今天我们就用澳洲特有的一种酱料 制作这一道海鲜饭 Hello,大家好,我是白莉 欢迎来到我们的视频 Hi, I'm Andrew and we're going to cook jambalaya, which is a rice-based fish 我们今天要做一道澳洲的美食 这其实是传自于美国 好吧,跟着我的视频 让我们来试试看澳洲人如何做做海鲜饭 澳洲还是一同的切切细细 切切细细 但是我更想告诉你 这道菜和背后的那些故事 jambalaya是一道菜的名字 其实有饭有菜 有人说它传自美国的路易斯安娜州 有人说它传自南非和法国西班牙菜的那种影响 而汇集而成美巴 肉啊,蔬菜啊,米饭混合一种 因为这道菜呢,特别是很多人的喜欢 所以呢,有人就给他写了一首词 70年前呢 有一个人呢 就因为喜欢这一个实景法 就给他写了一首歌 这首歌呢,就是 歌词呢,非常的幽默 一写 旋律呢,也非常的轻快 和领畅 很多西人 很多美国人呢 加拿大人,澳洲人 朗朗爽可上口 所以今天我一下子回到家 他就说 我要给你做一道我最喜欢的菜 而且唱一首我最喜欢的歌 好吧,干净了 安卓一通的切切细细 好,让我告诉你歌词大概唱的什么 什么什么,亲朋友们啊 成群结队来看衣房 把自己的水泄不通 他们衣着光鲜 尽情作乐 乖乖 宴会上有着实景菜 小龙虾派和鱼片浓汤 拿把吉他装满水果罐 好不快活 其实说真的 我也不懂他为什么这么唱 唱的是这个东西 可是他们 这就是他们的什么 他们都不能处置 我倒下的时候 他做了一些ate股 就只是做了 如果做了一些鸡蛋 差不多 做粘子 是把三个菜 做粘子 放入冰箱 为什么开始去化点啊 这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鸡汤坏 在此非常的感谢安佐厨师 把我院子里的辣椒种子都吃了 我们明年吃什么呢 把我院子里的辣椒 告诉人家烹饪了 就不是很在乎厨房的那种鸡 他们就是很喜欢的 很上场就是各种香料 胡椒粒呀 还有辣椒粉呀 还有各种各样的 像菜籽 他们就很没喜欢的那种东西 然后加上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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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会有点退屏 remo W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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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的食物 鸡蛋是好,好,鸡蛋是好 鸡蛋是好,鸡蛋是好 放入整個群群 把鞋子弄好 这就是鸡蛋糕 这是鸡蛋糕 鸡蛋糕 非常出餐 就是它们奥者特别一样 这个是鸡蛋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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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都看得很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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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